白色最右邊這一條就是冷氣室外機的接地線 它接過來之後就會到這邊 到明宅的電箱裡面來防止漏電的風險 冷氣室外機跟多數家電一樣 都有一條接地線 功能不外乎是萬一漏電的時候 能將漏出來的電給分散掉 不過接地線每一種會是漏電的致命關鍵嗎 說實在我們也是碰過很多沒有接地的 它也是沒有漏電 也不代表說今天沒有接地就一定會說 因為觸電的那種危機 就算有接地線漏電的時候也只能減輕傷害 不代表難全身而退 那問題來了 本該不會漏電的是外機 這電又是從哪漏出來的呢 台機器會漏電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跟壓縮機那裡 比如說我們水去掉的時候 剛才有要是不是都掉這兩點 等著水去掉 接地線端子如果因為蓋子破損 雨水跑進內部 就會因為短路有漏電風險 另外一個就是 試外機內部的壓縮機陷入燒籠 我現在手上這個就是壓縮機的導線 如果它電流過大的時候 就會像現在這樣子整個燒籠 如果燒籠的時候 它這個線又跳出來碰到機體的話 機體就會有漏電的風險 這裡面 這裡面就是接那三條壓縮機的接的線 基本上壓縮機這種線 它如果收燒段它是不會 壓縮機是不啟動 它是不會冷的 所以你們一般來講 你們自己就會知道說 啊 冷氣怎麼不冷 除了冷氣不會冷 最保險的方式就是買一支驗電筆來測試 畢竟有電沒電看不見 有沒有漏電還是用機器來測最準確 東四新聞湯惠原林順君在高雄報導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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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